護理師全副武裝走出檢疫所 來接救護車送來的確診病患 謝忻引導民眾到他的房間 安頓妥當後 護理師來到卸妝區 小心翼翼往外拉脫除防護衣 每一個環節都得神經緊繃 就怕萬一沾染病毒 不只影響自己 還有心愛的家人和工作團隊 而裡面的制服 我早就失了一大片 這是他們的日常 這一個檢疫所成立的 其實是很倉促 我快速的去招呼我的工作同仁 那我招呼的同仁全部都是自願的 大家都勇敢上戰場 這邊是林口長哥跟土城長哥的 專業團隊進駐 雙北市疫情重災區 新北市率先全台推出第一個 遠距關懷虛擬病房平台 用數位科技即時偵測隔離病患 新疆確診者已入住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 市府就會提供溫度計 血氧機和一組登入帳號 隔離期間病人每天都要自己量測上傳回報 自己和醫護團隊都能看到生理監測的趨勢圖 系統裡根據患者上傳的數值和身體狀況 會有不同燈號 綠燈是正常 亮黃燈就是有一些異常數值 護理師就會密切追蹤 評估觀察後若不OK 馬上後送醫院 而護理師也會用系統早晚視訊或電話關懷 我們這次COVID-19我們很怕說他呼吸有問題 所以我們會看一下呼吸型態 如果他有跟我們的視訊 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到 他的呼吸的頻率是 是不是如他所說的這樣 有確診者引擎缺氧的風險出來 尤其當時所謂中心的衛生技術是 就是當時有引擎缺氧的個案當中 大概占11.8%的人 是到了到醫院之前的死亡 因為病房的概念 他最主要是可以主動的關懷個案 而且可以有效的減輕前線的一個負擔 那我們目前追蹤方式就是說 讓每個缺氧者搭配吸氧器 那藉由科技遠端的監測 我們會追蹤個案的一個生理狀態 降低隱形缺氧猝死風險 還有疫情大爆發護理人力有限 善用科技可以擴大照顧監測的量能 常跟的醫護大家集合在大廳 透過視訊暖心幫隔離中的小朋友慶聲 隔著螢幕吹蠟燭之後再把生日蛋糕送進房間 小朋友有幾個剛好碰到這一段時間 在隔離的期間 剛好生日 那就一直望著窗外就覺得很灰暗這樣子 那我們也透過我們醫院的力量 我們去給他幫他 祝他生日快樂 一個媽媽帶著三個小孩 爸爸是帶著另外一個再另外一個 檢疫所在做隔離 媽媽在照顧當中 他還有一個寶寶是才四、五個月 其實他在檢疫所裡面的時候 加上壓力 他的奶量是不夠的 我們也是透過這樣子的視訊關懷 我們才知道原來他透過這樣的壓力 奶量不夠 我們就透過我們的後庭組 也去討論就是說 怎麼供應這個媽媽的一個合宜的餐食 讓他奶量能夠增強 然後可以去把寶寶餵保這樣子 疫情肆虐下 雖然隔著防護衣 隔著房門 隔著螢幕 但是醫護團隊努力把溫暖傳遞出去 病毒無情 人間友情 TVBS新聞 科生長王一傑 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感谢观看